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美契斯 加里波蒂将军 昨天晚上,加里波蒂将军去世了 安利科,你了解他吗? 他是个英雄,让我给你讲讲他的故事吧 八岁的时候,他救了一个女人的命 十三岁的时候,他帮助了一只失事的穿只脱鞋 二十七岁的时候,还救出了一个溺水的年轻人 四十一岁的时候,他从海上的火灾里拯救了一只船 加里波蒂将军为了异族人民,曾在美洲奋战十年 1849年,为了罗马,他曾和法国人激烈对战 1860年,他解放了巴勒默和纳布勒斯 1867年,他又一次为保卫罗马而战 1870年,他又为了保卫法兰西而与德意志军队作战 他是个军事英雄,他一生经历了四十次战役 36次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他就会隐居起来,亲自种田 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 他当过水手、教师、士兵、工人、将军 他真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啊 他蔑视权贵,却处处为人民着想 他深爱着我们的祖国 只要是他发出的命令,所有的士兵都会服从 人们都敬仰他的英明,称赞他的神勇 他身强体贱,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 战场上的他无人能敌,感情上的他温文尔雅 在痛苦面前,他始终不退缩一步 可是,现在加里波蒂将军去世了 你知道吗,安利科,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而哭泣 也许你现在还不理解 但是今后,你会发现到处都有他卓越功勋的记载 到处都能听到他的故事 而且,随着你的长大 他的形象会慢慢进入你的脑海中 使得你永远不会忘记他 当你长大成人以后 你会像每一个意大利人那样敬仰他,尊重他 即使你过世以后 你的子子孙孙也会像你一样永远膜拜他 他是每个意大利人心目中的一座封碑 你的父亲